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到今天似乎觉得欧洲的利用价值越来越小了 第二个就是跟澳洲结盟这一次是升级了核子武器 所以他给它的是核子动力的潜舰 他们跟法国签的是传统动力的潜舰 当时台湾要发展核武的时候 就老奖小奖要发展核武 是硬生生的被美国挡下来 今天台湾如果有核武的话 我们跟两岸之间的关系就会完全不一样 那为什么美国不放心台湾发展核武 却要帮忙澳洲发展核武 现在在亚洲拥有核子动力潜舰 只有中德跟平衡